歡迎收看婚姻新聞到第二關新電影大小數 自100坑三年開始 利用文教基金會和蘇寫雲林交集欄 詹明良合作 邀請全台灣對蘇寫有興趣的藝術家 跟塞蕾來刷新 今年已經是第十次 總共有超過五十名的藝術家來參加 而且這次的活動也延伸到北京 希望透過他們的違背來記錄婚姻的美景 藝術家林真衛就因林為塞蕾最美的金釋 這是塞蕾來用文教基金會和蘇寫雲林合作 基盤的術寫雲林刷新華東 邀請就隔壁蘇來塞蕾和北京刷新華東 透過他們的外賓來典縣雲林的美景 認識畫友的時候就互相介紹 就來到了雲林西羅這個小鎮 然後來雲林發現這個地方是一個蠻溫馨 而且在街角都遇到一些傳統的店 讓我覺得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從台中市來 我今天早上一早就開車來 這邊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 我覺得西羅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今年參加了第二次 我覺得參加這個活動非常的開心 因為來這邊可以跟老朋友聊聊天 還可以認識新朋友 是一個非常棒的活動 西羅研平老街文化館 我們在續辦數學雲林第十屆 今年是第一天畫西羅 第二天我們要去畫北港 今年大概有五十幾位的藝術家 從全台灣各地聚會到西羅來 我們大家相約在這裡畫西羅 畫雲林的風情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藝術家的手 藝術家的筆 可以記錄出來現階段雲林的美好 曾銘龍表示會辦這個活動是因為 他雖然是婚姻人 但是當時在外地 對家鄉沒有實際 想到數學這個不用複雜準備 只要簡單的百貨圖 就等來記錄生活的創作方式 所以就來記錄 大概十幾年前 全世界流行一種叫做Urban sketch 城市隨心走遇走去咖啡廳 隨身攜帶減便的數學 然後馬上記錄你的生活跟周遭 我本身是雲林縣的人 我從小讀書想畫畫 再來就到外地去工作讀書 反而對自己的家鄉都不認識 然後想要去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 所以把這個想法帶進來 這次活動結束後 後來做片 也會在七月份西羅 老家文化館做電視 民眾如果有興趣 歡迎到時來西羅參觀 記者西羅參才創伯生 こういった この後題的感謝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hopingご視聴 Milaly